那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向耶稣说 师父,请吩咐我的兄弟,与我分家吧 耶稣对他说 人啊,谁派我做你们的判官,为你们分家呢? 于是,耶稣对群众说 你们要谨慎,躲避一切贪婪 因为一个人纵然富裕 他的生命并不在于他的资产 耶稣对群众讲了一个比喻 说,有一个富翁,他的田地出产丰富 他心里想,我可怎么办呢? 因为我已莫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 于是,他说,我要这样做 我要拆毁我的仓库,另件更大的 这样就能够收藏我的一切古物和财产了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你存有大量财物 足够多年之用,你休息吧 吃喝宴乐吧 天主却对他说 虎兔人啊 今夜就要收回你的灵魂 你所储备的,将归谁呢? 那些只为自己累积财产 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人 也是如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